最先坐下来的人 其实他是最好观察的 有想那么多吗 截止到目前为止 咱们第一期节目中 觉得最大的傻白甜是李温恒 他不傻 他不傻 他其实都知道 他心里也有 也有那个 你有 你刚刚我讲话的时候 他都有反应 他自己都不知道 我听你的分析 发现不是我想的那样 就是觉得 真的吗 就是想太多了 我还以为你赞同我 你还没听李温恒呢 这儿还有个傻小子呢 刚才一听说三十一 李温恒在哪里 哇塞 哇塞 我哪有那么夸张吗 三十一了 哇塞 五六 女生三十一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婚礼范围 你能接受吗 我当然可以 你找姐姐 现在年轻人谈恋爱 就不会去讲究这些东西啊 我觉得 我觉得小马会得到两票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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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小马拿到第一 我把这盘局都全吃了 我把这盘局都全吃了 真的吗 真的 他若是拿到第一 我全吃了 我就是考虑到了 所以 就小马他这种男生吧 我觉得会给女生造成一种 阳光温柔的那种 凌家男孩的感觉 我觉得 女孩子应该会喜欢吧 所以你认为是小马的信 最多 是不是 你看小马肯定很多票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小马 是为什么的 我这就要总结 突然发现到 总结到小马这一下 总结不下去了 我觉得他很温柔 然后是一个凌家大男孩 很受女孩喜欢 原因就 我觉得就是听取了 一周哥的大方向